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補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健康四小補可以令環症細胞自滅 阻止擴散 抑制環症基因活化和預防病變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補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眼復0能夠預防視力衰退 改善非蚊症修補視覺細胞 降低手機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剛才說到法王 就走出來 愛爾蘭不肯認這個人做Richard of York 當時是一個十六歲的年輕人 但法王一見到他 魚獲至寶奇科可居 一本萬利 竟然為他加冕 說他是Richard of York 大公貴族 嘩 亨利七世聽到 拍桌子 你有沒有搞錯 你 你就是 對方當然是說 你是二五仔 你吃碗面反碗底 我捧你上來 你的賤人竟然阻礙我 一種法國我當然又搞你了 抹面了 擺盤你了 而這個1491年 對於亨利七世來說 另外一件事發生的 他第二個兒子 亨利八世 又出生了 嘩 當然開心 又有個兒子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的 很怕兒子不大 當時他的大兒子 不過是 六 五歲 五六歲 四 至六歲 五六歲左右 大哥 那時候 現在有多個兒子 有什麼事有人頂 都好啊 是不是 那是很重要的 那 但是 但是 竟然 現在出了一個人來搞他 他很生氣 於是 他決定 好 你跟我翻臉 我跟他玩到盡 就一路 瞪著他 看看他有什麼弱點 因為法國是不容易打的 亨利七世 手底只有那萬二人 那萬二人是打不低法國的 法國人多嘛 是啊 是的 你只得了二百萬 對方可能有近五六百萬 你根本打不贏他 那怎麼辦呢 他就當著法國 等法國有什麼弱點 他就發覺到法國的軍備 全部移到意大利 讓他淡到一件事 原來當時 教皇在拿北勒 即是教皇國 英勒神第八 純潔第八 就被人欺負 他就要找救兵 在意大利 拿北勒斯 就被人欺負 被拿北勒斯公局欺負 哦 拿北勒斯公局欺負 那是南部中部 現在是拿破里 那是哪 拿破里一帶去欺負 他生氣 於是他就向法王求援 法王一聽到就 嘩 天啊 因為 是這樣的 教皇有一個特色的功能 如果你幫了他 當年的大祖宗 查理曼大帝 都是因為救了教皇 教皇就跟他加冕變大帝 而且 意大利 當時是富庶過英國 易打過英國 所以 他不打英國 英國有個海 而英國當時是叫萬方 如果你看 歐洲人 冬 和冬 冬 不想過去 以歐洲人 當時來看 其實 中心就是地中海 是啊 神聖羅馬帝國 都是中心 反而英國不過是一個萬方 而蘇格蘭 簡直是 擾獸 冷到七彩 冷到七彩 如果你這樣算 你就明白 為什麼 他一定要打意大利 因為意大利和暖 而且物資豐富 最重要的是 萬一我救了教皇的話 我就可以被他加冕做大帝 所以他就開始疑大軍 在南邊準備開拖 這大軍的教皇就是在神聖羅馬和法國之間拉斜 不停都是 是啊 人家神聖羅馬不理他 他就搞法國 找法國幫忙 是啊 那麼 亨利七世知道了 於是他就馬上寫封信給未來親家 叫西班牙 我們一起搞他 你什麼都不用打他 你只需要沉冰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 引開他的人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必要時他又可以拿著數 然後亨利七世帶了自己家當 萬二人 我們遠征法國 其實 不過 一到法國 首先就登陸加來港 登陸完加來港之後 在他附近的地方圍了一個城 那時候加來港還在自己的 是啊 他只剩下加來港 他就去加來港附近的城圍了他 他那個地方勝在最近巴黎 那法國 聽到 萬二人都夠膽來打我 你都很厲害 那他找人兇他 說 我要和你死過 那麼 那麼 亨利七世看穿他龍爺 就跟他說 那 就跟我死過咯 你有本事就 我蔓延還在這裏 我精兵來的 我家當就在這裏 你有本事跟我打 這樣說 不過你打 你打不死 你打死了我的話 你自己都傷的 我大不了 我就走 我坐船就走得了 那你有什麼 你重傷過 你就打不到法國 打不到意大利 你的大帝夢就完 你敢不敢跟我鬥 對方就吐血了 立即生氣 你這個賤人 那你 你這個意思先 我沒有什麼意思 你不要承認這個臭小子 我就走 不然我打你這個城 慢慢跟你玩 你人在南邊 我也不知道 大不了了,你不肯認那個年輕人做Richard of York 我連Britney都給你,怎麼說?我承認Britney是你的 竟然Britney都不要 讓你統一法國 因為當時Britney已經大半被法國招了 扶不給他都沒有問題,其實他不想打 但問題是因為Edward Woodville 戰死沙場 他不跟Britney簽這套約 就被人說他沒有義氣 所以他才說要派六千兵 現在他終於有個下台階 當時法王叫Charles the Egg 是蜘蛛國王的兒子 就激到嘔血了,不過想一想 可以一統法國 也好,我殺你 那你走了嗎? 怎料亨利七世還賤到這樣 喂,我打仗花了很多錢 說走就走,賠償費分手費 你還給我一陣子 最後就拿到多少呢 就分十五年 每年給五千磅亨利七世去代 嘩,這樣也打了一筆 這樣也打了一筆 這件事之後 所有人都不敢少亨利七世 公認這個法王 是被亨利七世玩了一會 還要簽了十五年死亡 基本上六萬多磅 十五年死亡,七萬五千磅 十五年死亡,你給我錢 要不然我就來打你 我打你,你就做不到The Great 做The Great的是你 做Grace的是我 你要做你的大帝 我就要做上天勸故之人 我要錢 我要錢 還有你不記住你要趕那個年輕人走 我看他不順眼 那就吐血了 我發王被他玩了一度 這套戲很不順 既然你這麼囂張 我就跟你死過 我這件事搞不定 他就給了一張介紹信 給了這個年輕人 Richard of York 叫他你去東邊 神聖羅馬帝國 去你姑媽那裏 於是神聖羅馬皇帝 就像魚獲之寶一樣 竟然逢人 就像法王對待他一樣 又被冠冕他 又被人權獎 以現在的議論 就像達拉拉馬 又有諾貝爾和平獎 王之鋒 又有什麼什麼人權獎 那些情況 看到他就周圍都在介紹 甚至這個老皇帝 叫做Franwick III 死了 他也有份出席 然後跟大家說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Richard IV 這樣介紹他 嘩 真是好 而這個年輕人 竟然就像達拉拉馬 新印 達新印的達拉拉馬 說死了之後可以轉世去印度 他就說 我死了之後 如果我不成王的話 我的王位 是會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成計 即是說 如果我死先 如果我不能夠成王而死的話 下一個國王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 英國國王就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國王 英國國王就是神聖羅馬 說這些 嘩 講到這麼大 講到這麼大 等於達拉拉馬 說死了之後轉世印度的概念 是一樣的 是 亨利七世聽到 又很生氣 又寫封信去罵人 對方就當你臭死 不用說 赤尼密宜 不過一個英國盲國 一個死鬼島的小國王 怎麼跟我們帝國鬥 你欺負到法國 欺負不到我 因為遠一點 要登陸加拿來港 再打我們 打得到再算 亨利七世生氣起來 我們要對你貿易感運 這樣說 又禁運過他 這次我之前說過 拿破崙禁運 是 又要禁運人 他說 我不會對你買羊毛 又不會買這些東西吃 那怎麼辦 別人都不怕你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神聖羅馬帝國 那麼要玩他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神聖羅馬帝國是跟Flander 即是現在的比利時人 是商業競爭對手 很討厭 經常吞他 但是都是失敗的 而英國就是 比利時人Flander的朋友 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所以就是不會放過他 要玩來的 亨利七世說 跟你勇業禁運 但是做的原來是另一件事 當時是安德韋普 我忘記了 那個中文名 是比利時夫人的港口 是這個羊毛交易中心 英國和比利時人的羊毛交易中心 是 亨利七世竟然將他移到加內港 變相跟Flander斷轉貿易 嘩 說 就說我要跟你Burgundy斷轉貿易 實際 他是跟Flander斷轉貿易 那麼嚴重 要來討好這個神聖羅馬帝國 嘩 嘩 嘩 說就兇狠 做就像一隻臂屎一樣 那些York知道的那些 很開心 這件事就由1493年 即是亨利七世執政的第七年 直到他的第十年 1495年 就不停地在那裡唱 這個東西沒有鬼用的了 我們這個才是真命天子 大家真是 嘩 這個法國佬很厲害 為我們這個 被亨利七世欺負的Yorkus出口氣 那些東西 就捧到這個 在自己英國本土內地 那些不服亨利七世的 那些 那些 若克反叛分子 就很開心 又讚你這個神聖羅馬帝國 皇帝英明 法皇英明 他快來死 你看看九個月禁運 逼得那些傢伙死 大家看看 現在 中美貿易戰 有些人是很開心的 對嗎 對 那種情況差不多 誰知道 他有一個人 叫做 Robert Clannford 就走到去 就見過這個年輕人 Richard of York 就回來 一隻暗地裡 大昌旗鼓 跟大家說 他真是好像他的老德 真是像愛德華死仔 這樣說 為他家觀 到處傳到很重要 誰知道 到了1495年 一絕 突然有人敲他的門 就捉了他 找人捉他 我是國王的人 是捉你的 捉完他之後 就說 你是這個反叛國策 你聯繫這個境外勢力 以圖反舉國王 現在就嚴刑敲民 他就供了一個 你究竟跟誰接觸過 那些這樣的事情 一接觸就供了一大串人 這班人就很重要 名字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上集說過 這個財政部長 他的公務員系統排第三 是 Law of Treasure John Dyham 的計址 有份 第二個 就是 一個 在浴 裡面 很有地位的老闆 以前幫過愛德華四世做事的眾神 也是幫他聯繫很多事情 而第三個才最要命 竟然是他的繼父 Robert Stanley的弟弟 William Stanley 竟然是有份 如果大家記得 回歸戰爭的時候 Thomas Stanley 最喜歡 他經常想反人 反人之前 就叫弟弟 去做無間 他就說 我擁戴你 然後叫弟弟去對家 是 經常走這條路 而當時William Stanley的地位 是他內閣排第二 Law Chancellor 跟John Morton平起平坐 第一是Jasper Tildor 聽到這個消息 William很緊張 他找了一個 叫做 我們說過 他是一個 密探總管 Regal Blade 成立了一個Council Learning Law 就是專門要來罰人錢的部門 其實是間諜部門 就用司法屈人 是屬於財政部手下 就去查他們 由財政上去查他們 就抽起一大串人 結果 他開頭一抓了 William Stanley 他就不出聲 他還沒決定到自己怎麼做 可能他是怕刺激到王太后 但等了一個月後 就說 將他們全部斬首 由William Stanley 以下 有一大串人 全部被他們 在Tower of London 斬首 嘩 嘩 嘩 這件事 是很特別的 因為William Stanley 已經是Law Chancellor 排第二 他有沒有必要 去反抗亨利七世 應該是很奇怪的 而這件事之後 阿亨利七世 我記得說 他捉了一個人 叫做工人出來 叫Robert Cranford 他竟然重賞了這個人 他重賞這個二五 他說 你坦白重寬抗拒重二五 你供了那些人出來 所以我 是會 這個重賞你的 我搖延了你的罪 這樣 究竟這件事有什麼事呢 我自己估計 英國人沒有什麼 這樣說 他們認為 可能這人 的確確是 York的人 他的確確是聯繫的人 但是聯繫的人 不是那麼多 但是 亨利七世 是逼他 說William Stanley 有份 從而打擊 Stanley一族 他是要搞他 他幾乎 喂 是 就是這樣 是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 就是在一年的年尾 1495年 同一年的年尾 他叔叔 病死 他最信任的人 Jasper Tildo 病死 就是說 在當時 他叔叔 已經病逐 可能他知道自己一死 沒有人禁得住Stanley 一族 也沒有人禁得住 也沒有人禁得住 就是 在朝廷裡面 約黑 那些人 公務員 沒有人禁得住 既然是這樣 可能 做一次冤獄 就 整死了 那些人 他並沒有把 Thomas Stanley 和John Dieham 整死 但是 跟你們有聯結的親戚 我整死了 從而震懾了 讓他們 以後不敢亂來 而他也對 William Stanley 他家裡 作出痴絕令 把他們的地盤拿回來 是非常陰塞的 極可能是冤獄之一 這是我自己看法 以中國人的宮廷 因為這一年 他最信任的人 他叔叔 Jasper Tildor 已經病重 準備死 而他做出這件事 就引起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說過 Richard of York 這個年輕人 他聽到這個消息 就說 我們的人被他凌辱 如果再不出手 被人說 基本上你在這廢柴 那時候他已經二十歲 長大成人 於是他就問他姑媽 這個Margaret of Burgundy 怎麼都會動手 他說 我沒有兵 不過我有錢 就跟他請了一千五百兵 我們去特集倫敦 首先就在東邊King 登陸 如果大家看youtube 會看到 然後特集倫敦 拿回王位回來 大家都知道 所有貴族 是被康尼七世壓迫的 他現在做了這些事 九成九的貴族 都會反他 因為他可能是一場冤獄 搞死了很多以前York的人 既然是這樣 我們去一定可以的 趁機報復 是 準備 但是怎麼知道 其實 是計錯的 根據當時他說 他一去到King 船尾埋案 接應他的人 就被當地的民兵 法國 打了一場 是 當地的一百五十人 接應部隊 就全製戰死了 嘩 死成鋼 即是留意一下 素清鋼 因為 他自己的一千五百人 還沒登陸 負責接應他的人 已經戰死了 哦 是被民兵殺死的 嘩 換言之 第一 這批民兵 即是說 高紀彈 是很忠心於 高國王朝 而且他們也是地主階級 哦 當然要自己搭地 是 即是說 亨利七世 在1495年 是他登位的第十年 他用了十年時間 慢慢改造 令到地主階級升起 也令到地主 即是地主和新興的海商階級 是對他完全擁大 是 哦 哦 那當他 這個 這個 我們的船還沒登陸 就戰死了 沒有了登陸 於是又走鬼了去 又走鬼去 愛爾蘭 於是 於是就沒有找到 卡牙大公 他就找了第二個 二打六的 跟他一起去打 結果 再輸了 再輸了 這次就慘敗 這次就走鬼 那麼亨利七世 就調了一個二打六的人 我搖說你的 我不會渡海打你的 所以那句 你給錢吧 哈哈 我給我給 但是之後呢 明確寫下 亨利七世 對於這群愛爾蘭佬 他是這樣的 是 I suppose they will crown an ape next 就是怎麼說 下次 他們那麼喜歡 我做國王 又是 Richard of York 下次再找一個 猴子 帶給他 然後打個名字 也會 找一個猴子 叫他做國王 跟我對抗 證明他已經看不起這個人 而這個Richard of York 他這次就跑去蘇格蘭 那千五人大慘敗之後 帶上那些小朋友就跑去蘇格蘭 蘇格蘭王 James四世見到他又如獲至寶 攬頭攬計 就說我老爸和你老爸 愛德華死死好朋友 我們現在有結盟 我一定會幫你報仇 對付這個亨利七世 他去蘇格蘭也很窮 但是為了跟他證明 可能之前法國也給了夠錢 因為他們以前有一個聯盟 法國和蘇格蘭有一個聯盟夾英國 可能法王給了夠錢 你跟我照著這個小朋友 那他竟然找一個貴族的女兒 二級貴族的女兒 二三流貴族的女兒 就嫁給了一個年輕人 嘩? 嘩? 嘩 那你就是貴族的女兒 那你就是貴族了 不是 成了你貴族 成了你了 假的 如果他是一個冒充的人 他不是職業 怎會有貴族的女婚家 對 所以他一定是貴族 大家相信 我這樣說 他說他可以保 嘩 出入攬頭攬 算當他們兄弟 對 於是在第二年 就跟蘇格蘭佬 這個詹姆斯四世 又合作又打英國 結果又被打敗 於是到這次 他連蘇格蘭佬都不看他 因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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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德華 不是愛德華 這個 亨利七世出手 找了一個人 就去跟對方聊天 開始跟詹姆斯接觸 要趕他走 他說 你無理要撐錢 就廢查 你站我那邊就可以了 就是那些事情 於是 這個年輕人又打敗 因為又打輸了 就走去 又走去 愛爾蘭 躲藏 於是又過了一年 1497年 突然間 又有抗稅行動發生 有萬有在西南邊 抗稅 我們要抗 一萬有由鐵杖 和律師組成的 隊伍 就抗稅 我們不交稅 亨利七世 你太過分了 這傢伙 Richard of York 竟然走過去 做波羅基 就說 大家抗稅 爭亨利七世 你們捧我成王 我會順便你的罪 怎樣怎樣 誰知道 他的腳頭是不好的 他一旦去到亨利七世的軍隊 就來到 將他們擊潰 人都被人捉了 在10月4月 捉了他 一捉了他之後 亨利七世 我要親自審問你 這傢伙就說 你究竟 你不是Richard of York 你是誰 即 嚴刑敲文 逼了他 說他的名字 這個年輕人 都不過是 二十二三歲 我的名字叫 Robert Pickett 我是一個 Flander人 誒 挺帥 我遇到一個 Yorkus 他教我 怎樣做 扮這個 Richard of York 然後 親衣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那麼 亨利七世 好 我不會殺你的 就好像上集我們說過 那個年輕人 林伯特 你給我出入王庭 我給你住大酒店 不過 就叫他住在 Tower of London 是 又回去 看身又回去 跟我走出走入 當然不會被他跟身邊 做士仔 即是在皇庭裏面做士仔 他一千五百人裏面做士仔 林伯特就搞豬盆 他就做士仔 但是說 喂 可能讓我見回老婆 不行 你老婆做我老婆皇后 Elizabeth of York 的士女 你不准見老婆 你連打腫子都不用指示 嘩 真是慘過坐牢 慘過坐牢 但這年輕人又看到 愛德華金雀花 真的愛德華金雀花 竟然在1499年代出現這件事 就說 這個務衝者 就跟愛德華金雀花 想穿草酒 就被捕 於是 亨利七世就殺了他 哦 到底這個年輕人是還是不是呢 歷來就有很多說法 很多人都相信其實是 因為 亨利七世很懂得玩propaganda 故意說他不是 不過 舉個名字 他很有可能是 Richard of York 也未定 但他未必是真正的Richard of York 而 極有可能是愛德華四世的 好多女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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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已經不能證明了 不能證明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 對 無論給你多少個加冕冕 最重要是說實力 你沒有實力的話 即使你說你是真正的都是無用 大家看看 他自從打低了三場仗 就變了廢柴了 當然沒有力了 當然沒有力了 對 而在1499年 他死的年是1499年 而那時候他已經派了一個正式的人 叫做Richard of York 就走去跟 詹姆斯四世 國王 一路當這個人是貪兄弟的國王聊天 於是到最後就簽訂了和約 就說 將自己的女兒 嫁給詹姆斯四世 當時她的女兒是 四五歲左右 七歲 嘩 這件事 是重要的 她說 這個女兒 當時是六歲 簽約的時候是六歲 當她十四歲的時候 我會嫁給詹姆斯四世 那時候的詹姆斯四世 她們兩個所生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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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生了 那個叫Mary of Scotland Mary of Scotland Mary of Scotland 生了James the Sixth 這個James the Sixth 就是以時 成繼伊麗莎百侶王位的 Scotland King 也就是Stuart王朝的開治 噢 這個就是 也促成了蘇格蘭和英格蘭的合日 所以你究竟 亨利七世是否看到這一步 就很難說 但肯定的是 亨利七世 她是不想打仗的 我絕對是 要花錢 因為她是不能打的 而且要花錢 她是只有82人 大家記住 她手底可以用的人 是12,000人 對 很少的 很少的 而到1500年 她的大志郎 John Motten 都死了 即是教她說 Motten詭辯術那個 而下一年 她的兒子 已經15歲 大兒子 大兒子 最早 大兒子 1951年 在11月 跟西班牙公主 Kathleen結婚 而當時西班牙 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為甚麼 因為西班牙 早在1492年 即是 亨利七世 大兵渡海 那一年 西班牙派了哥倫布去找到新大陸 升到超級強國 準備做帝國 而鏗尼七世就認為我以鑼爺博中了 對方是想不停地要高價錢 而鏗尼七世就壓著價錢 終於結婚了 我終於找到一個厲害的外交 結果開了一個五天的聖誕 大家放假 每天都圓遊會 對於孤寒的人來說 是很重要的 全國大放假 等於開世界盃奧運會 而他的人生 我相信在這一刻 已經達到最開心的頂峰 但是在五個月之後 第一月發生 他的兒子病死了 大兒子 剛剛結婚了五個月的大兒子 就病死了 而他的人開始沉淪 我們回來再說 這一年是他 第十六年的執政 就是我們說 最後那八年所發生的事情 剛才說到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肉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為了 我們來看 最新的方法 人們打得很快 解釋 理論 你會想要 是